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才是澎湖 那么其中在花莲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分数 则是高达了77.5分 对于当地政府的施政 生活现状还有在教育 环境品质 工作跟生活平衡等等这五大面向上 满意度都是排在全国之观 然而能够让当地人有这么强烈的幸福感 这主要还是来自于 他们对于各年龄层各个面向的幸福工程 都感觉到都涵盖在这里头了 其中包含了首创全台湾 放眼台湾协助没有自由住宅的年轻家庭 其实各级政府都还蛮努力的 那么包含了财政部在2010年 就推出了青年安心成家的贷款方案 那么算算这贷款上限 也从原来的500万到了今年放宽到了800万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截至到三月份为止 使用到这个方案的估计全台有19.3万户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15年年底 全国房价最高的台北市 房价所得比为15.75倍 为在东台湾的花莲县排名第十 房价所得比为7.19倍 为改善青年购物环境 全台各地方政府陆续规划青年住宅 降低台湾青年购物负担 2015年8月 这支由花莲县政府推出的房地产广告 在电视频道上热播 强调生活机能完备 和全国唯一有房有地的优势 花莲县长傅昆奇在记者会上 直接对涉及花莲的无壳瓜牛喊话 我们很愿意全力地为花莲的年轻人 能够爱情增加拥有自己的可乐 一户250万元 土地全壮20坪的卖段式青年住宅 临近北埔火车站 花莲航空站 若以当地平均A坪售价约18万计算 青年住宅售价为市价的6.9折 第一期600户吸引4705人登记 和祖母父亲统住 一家四口三代同堂的温成玉 也是其中之一 至少未来就可能会有自己的房子 不用说到就是一直要付房租 因为我们也付房租也十几年了 相对的当然把那些钱当定期的贷款 那我当然觉得很开心 对因为最后会变成自己的 怀抱着所有无壳瓜牛共同的梦想 和温成玉一起登记的4000多人 在2015年10月4号正式公开抽签 请抽签 0 1 1 9 第五 第一次有去现场等 然后就等 然后又等 然后感觉不是等 每次都叫的不是自己的 后来就好像是名额是递捕的 有些人资格被筛选后然后递不上去 青年住宅的购买资格很严格 温成玉胜利成为600个幸运儿之一 宪府承诺两年要完工交屋 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今年3月前往花莲视察的其中一站 就是青年住宅预定地 住者有其屋是为了帮年轻人一把 而每周一次提供有机蔬菜 给花莲县内国小营养午餐使用 则是照顾学童 扶植农民一举两得的立民政策 希望你们自己有带一点东西回去 在温室里教导学生种植地瓜业的 是花莲区十大神农的获奖人林佩儒 他所经营的有机农场就在东华大学附近 每年都有相关科系的学生到农场实习 他正在排定接下来的种植行程 因为9月1号开学 他的农场就会恢复替国小营养午餐公菜 到这个配合这个营养午餐的时候 我是挤双手赞成的 因为这个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县长有这么有心 而且我们花莲有机面积是最多的一个县市 我们用这么好的土地 生产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都是往外送 那你当地的植你要吃的时候 我们没有认真的来推行 没有认真的来供应 我们觉得是很对不起我们这边的植物 比起北部 其他都市 花莲县将有机蔬果 导入国小营养午餐的脚步 不求快 但求整的扎食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环境 承受值得期待 在花莲这个后山环境 过去大家印象当中就是觉得 年轻人口流失的很快 好像都要到台北市这种大都市去打拼 可是这几年我觉得气氛不大一样 我自己身边朋友也是 还原来就是花莲人 在台北待了几年之后就回到花莲去了 所以相信对现象来说 怎么样适应年轻人回来 愿意留在花莲 甚至外地的年轻人都愿意进到花莲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年轻人考量就是问什么地方可以住 安居乐业 所以现在花莲推的是青年住宅 这青年住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当初要推动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所有的年轻人 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 要他们如何来打造人生的第一桶金 要让他们有一个能够充分 充斥发展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几年 我们这些子弟板乡 越来越多的在外地的这些子弟 能够回到花莲来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在台湾 各县市都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认为说 要怎么样让青年能够安定下来 让他有归属感 所以这几年 包括刚刚加入所提到的 我们的有机农业的发展 甚至我们在很多的农业推广上 我们有很多的青年农民板乡 一个人一个人跟坐80公顷 80公顷 年所得600万 因为只要冠上花莲的品牌 只要是花莲在地生产的 那个就是品质跟价格的保证 所以花莲农特产品在台湾 不只是价格 品质是最好 也让农民的收益相对的增加 所以这些板乡的这些 这些青年农民也好 或者是青年创业也好 我们现在在花莲的这些 包括东大门夜市等等 就是台湾格局最大的夜市 各方面 摊位数450个 而且整体的环境营造 都是台湾第一 让很多很多的青年朋友 在一个群聚效益发生之后 观光客密集的一个地方 能够在这里发挥 你想要做的这些创业的 这些发展 所以基本上 让他们有一个 安身立民的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花莲县政府所率全国之先 推出来的青年住宅 是有房屋及土地的所有产权 有房有地 对 就是这房子就是你的 所以不是只租不卖的这种方式 对 房子就是你的 而且就在市区 还在市区 对 因为你不在市区 他没有办法去就业跟创业 是 是 你不能在三角下 你偏远的地方 他光上班要花一个多小时 那个没有办法 营造出他未来的价值在哪里 又应不够 就是说这个地方 不但能够让你住在这里 更重要就是说 这个物业是你的 这明目财富是跟着台湾的物价是 在往上走 是 你如果连明目财富都没有 你的消费的 消费的欲望跟消费的能力都没有 那一般政府通常都还是会做一些规定 例如说他在取得之后几年之内不能买卖 类似像这样的规定还是有吗 这个一定要有 第一个一定要是花莲子弟 落户多少时间 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 就是在十年之内 不得有任何转租转卖的行为 就是我们把生活品质 环境把它营造成最好 是 所以就是说 很多事情一定要制度化的管理 而且要签订这个制度契约 要签订制度契约 也透过这个制度 避免房地产的炒作 有可能在这里发生 那个没有办法炒作的 对 你只要被我们查到你有转手的话 我们立刻强制买回 包括连出租都不可以 出租都不行 绝对是要你自用自租才可以 是 因为你要出租的话 表示你有其他的房子 你有其他的房子 你就不需要再来买 这个暗生立命的壳 已经有房子 就不需要这样过来 不要占用公众的资源 把机会留给别人 我们现在做到的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台北市2万户1400亿 等于一户是700万 如果是一户700万的公宅 现在出租的租金 听说是大概1万5以上到2万8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你根本不用用租的 700万的房价 如果是卖断的话 在银行一年的利息 大概1%多一点而已 1%多一点而已 所以一年 一年大概不到10万块的 8 9万的利息而已 8 9万一个月才要6 7000而已 那如果是你本来是 缴1万8的租金的话 你6 7000去缴给银行就好了 剩下1万块就是本利和贪款 所以一段时间 这房子就是你的 你根本无需 根本无需去剥削这些年轻人 所以其实对年轻人来说 他有更大的诱因 去愿意买这个房子之外 来到了花莲 现在如果说想到要 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花莲真的现在做观光 很流行 很热门 我们等一下特别针对了 观光产业的部分 也一起现场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 stra意谈的 我们下期见 等会儿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